台南这位无必挖后 一出身就没有双手 不过他能够自己打字 而且还可以游泳照顾自己的生活 但他现在最大的困扰就是 没有办法考机车驾照 去年他买下这一辆呢 是可以双脚来操控的改装机车 而且要努力争取报考驾照 想合法上路 不过总是呢在监理所碰壁 而台南监理所呢 也召开了建立委员会 不过目前还没有做出决议 身上游泳国手方姿亚 出身就没有双手 却热爱游泳 成绩优异 连续两届在残障亚运夺牌 赢得无必挖后的美名 但最近方姿亚准备考公职 目前最大的愿望 就是考到一张机车驾照 左边是刹车 然后右边是油门 然后踩着油门的时候 如果看到红灯的时候 我就慢慢放开 然后它就慢慢停了 这辆机车有做两个辅助轮 能够让我保持平衡 骑着改装的三轮机车 靠双脚控制方向跟油门刹车 最高时速只有40公里 但方姿亚还是觉得不踏实 想要考驾照合法上路 她跑过好几次监理站 却每次都碰壁 那我想要考驾照的原因是 因为我想要合法的 遵守国家法规 然后能够这样子 平安的行驶上路 然后我心里才会比较有安全感 考量自己也考量别人的安全 所以坚持想考驾照 方姿亚出身就没有双手 可以写字打字游泳 照顾生活起居 双脚灵活 她也非常独立 不过监理站有考量 就怕安全上有疑虑 目前请专科医师和身上团体 以及监理站人员 组成鉴定委员会观察 预计一个星期内就会有结果 记者来关张台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